惊险瞬间看到物彩油门撞进了大卖场 这事发生在彰化 一名62岁老先生和的休旅车停在大卖场外头 结果物把油门当成刹车 整辆车就这么撞进卖场 不仅卖场被撞得乱七八糟 还有一名妇人头部当场被剥离歌声 另外还有名孕妇 不过幸好当时还人不在外头 否则也遭殃 真的是惊险一瞬间 当时这部休旅车突然加速 一个转弯就撞进了大卖场 从卖场的侧门猛力撞进去 后方立刻冒出浓浓的板烟 发出巨响 卖场零里外外所有人都吓坏了 当时有人在这个区块吗 一个小姐 一个小姐 是你们店员吗 他是怎样 稍微被压倒 事发过后 卖场内到处乱七八糟 还有满地的碎玻璃 不仅有名妇人的头部当场被割伤 更惊险的是还差点撞到 一名孕妇 听说当时有怀孕了 对 结果 幸好 人没有撞到 司机车放在那边被撞到而已 赵世的驾驶是一名62岁的老先生 当时他的车停在鹿岗这间大卖场外 太太买完东西上车之后 误把油门当刹车 整部车就撞进了大卖场 赵世的休旅车不止撞坏两部急车还伤了人 连同医药费还卖场损失至少赔上20万元 警方也要追究肇事责任 些什么会彰化 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